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表示 如果特朗普总统继续确诊新冠病毒 就不应该继续进行总统辩论 下面 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为我们介绍 特朗普总统的医生康丽忠孝在信息散事后发出声明 表示在经过他的诊断之后 特朗普总统在过去的24个小时 已经没有新冠病毒的症状 并且在四天没有发烧了 那么特朗普总统目前呢 他的体内可以检测出有新冠病毒的抗体 那么在上个星期四检测出来的新冠病毒呢 在特朗普总统体内现在则是检测不到 在白宫的当中 彭博社报道说 有两名派驻在白宫担任总统助理 以及随护的美军人员 现在也确诊了新冠病毒 这两个人在过去的一周 都曾经陪同特朗普总统出访 亲切的晚上 白宫资深顾问史蒂芬·米勒 也宣布自己确诊 米勒是特朗普总统的资深幕僚 也是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主要指定者 他的妻子凯蒂·米勒 是副总统办公室发言人 他已经在星期二前往沿湖城 协助彭斯副总统准备辩论 凯蒂·米勒在五月的时候 曾经确诊 彭斯副总统星期一的时候告诉记者 特朗普总统在电话当中告诉他 自己将出院回到白宫 并叫他前往犹他州 而民主党方面呢 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参议员 已经在犹他州演护城准备晚上的辩论会 他的丈夫道格因霍夫将先参加座谈会 讨论让美国工人拥有带薪休假权利的议题 晚上则会前往辩论会的现场 而拜登哈里斯竞选阵营呢 则是要求在辩论会的会场 必须布置防疫措施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 发自白宫的报道 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日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最近一直在佛罗里达州竞选造势 而正在从新冠病毒感染中恢复的特朗普总统 誓言他不久将重返竞选 特朗普出院回到白宫 从新冠病毒中康复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期待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原定10月15日在迈阿密的辩论 在推特上发布的另一段视频中 特朗普对导致他住院的疾病 有这样的信息 但特朗普对他的疾病和对疫情的处理方式 受到拜登的批评 NBC播出了拜登周一晚上在市民大会上的讲话 拜登一直在佛罗里达这个摇摆州竞选造势 这是总统大选的关键州 虽然拜登在全国民调中一直领先于特朗普 但本周的一项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与拜登并驾齐驱 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了这个州 政治分析师拉斐尔索南新表示 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是美国的主要选民 因为他们最执着 星期三在盐湖城举行的副总统辩论 是竞选议程中的又一个重头戏 在特朗普患病之后 这变得更加重要 副总统彭斯和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辩论风格 可能会有所不同 哈里斯是前检察官 彭斯是前州长兼电视台谈话节目主持人 作为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 彭斯很可能会捍卫政府对疫情的对应措施 政治分析人士说 总统大选的结果最终将是 关于特朗普总统处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全民公爵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之下 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显得格外重要 彭斯副总统还有哈里斯参议员都具有丰富完整的从政经验 而在应对中国挑战的议题上 两人的过往记录不尽相同 但是大方向一致 他们有可能在周三晚上创下副总统辩论的高收视率 上周特朗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的第一场总统辩论 并非一直处于有序状态下 而本周三即将在盐湖城犹他大学举行的副总统辩论 将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曾经担任印第安娜州长的彭斯 在四年前的副总统辩论中 显示出他沉稳流畅又笃定的风格 而曾担任加州总检察长的联邦参议员哈里斯 在过往的辩论中也展现出他条理清晰 但言辞锋利的一面 两位副手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预计彭斯将在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上 被哈里斯着重攻击 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以及白宫多人 陆续检测出新冠阳性的当下 而他已经担任四年副总统的丰富经验将为他天才 而哈里斯需要证明他有能力处理联邦级别的事务 他需要熟练了解竞争对手特朗普总统及副手彭斯 以及自己的搭档拜登的履历 纽约时报引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高级顾问杰夫维尔的话说 哈里斯是一位强有力的辩论家 他说他更擅长进攻 他在进攻时比防守更容易得分 在中国问题上彭斯和哈里斯都较为强硬 彭斯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他秉承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 他支持对华贸易战 在人权、台湾、香港、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对华施压 指责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 哈里斯不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 支持开放的贸易政策 但他表示中国需对知识产权盗窃负责 他参与制定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支持香港自治 并表示美中必须在气候变化、朝核危机等领域开展合作 在特朗普确诊新冠后 辩论委员会将台上两位辩论者 原定7英尺的距离改为12英尺 鉴于今年情况的特殊性 这场在距离大选日不到一个月的副总统辩论 可能会成为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场 本周三请锁定美国之音为您带来的副总统辩论直播节目 在特朗普总统还有多名白宫官员以及参议员 确诊新冠病毒之后 今晚的副总统辩论的主办方表示会加强防疫措施 而且副总统彭斯以及哈里斯参议员今晚辩论的主题 预计也将围绕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而展开 来开报道 副总统麦克彭斯和对手卡玛拉·哈里斯 今晚的辩论台将会装上有机玻璃隔板 负责辩论的委员会称 此举是为了降低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 这场两位副总统候选人之间唯一的辩论会在盐湖城举行 预计特朗普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处理 以及他本人感染新冠都将成为今晚副总统辩论的焦点 本周二会场上开始安装有机玻璃 民主党的哈里斯和共和党的彭斯都在近日检测了新冠 结果为阴性 总统辩论委员会还将两位候选人在辩论台上的距离 由7英尺改为12英尺 同时观众人数会受到限制 每个人都将进行新冠检测 而现场不戴口罩的人会被请出会场 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 美国司法部周三宣布了对两名来自英国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的起诉罪名 指控他们对西方国家人质进行的酷刑折磨 斩首和其他暴力行为 这些受害者中包括四名美国人 司法部称在这一案件上 他们与一些受害者的家属们进行了紧密沟通 两人于周三下午在维基尼亚州的一所法院露面 法国科学家艾曼纽夏彭迪耶和美国科学家詹丽芙·杜娜 由于开发了一种类似于分子剪刀的基因组编辑技术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这位未来治愈遗传疾病带来希望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汉森周三在斯德格尔摩宣布了获奖名单 杜娜今年6月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项具有声望的奖项 附带一枚金牌和1000万瑞典克朗 超过110万美元的奖金 该奖项是由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124年前创建和遗赠的 奖金金额最近有所提高以因应通货膨胀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提高了H1B签证的申请要求 还有审核标准 以防止企业用低薪的签证劳工 来取代美国本土的劳工 另一方面 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 美国今年的贸易总额大幅下滑 不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认为 美国经济的复苏快于他的贸易伙伴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6日 与劳工部宣布临时最终规则 并将在联邦公报发表60天后生效 国土安全部说 H1B签证原本是为了允许雇主弥补 劳工短缺 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 可这类签证现在已经偏离目标 经常让美国劳工的利益受损 数据显示 有50多万H1B非移民签证 被用来取代了美国劳工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在10月6日表示 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确保美国劳工的优先地位 美国科技公司大量使用H1B签证招聘员工 以满足他们所说的对技术人才的需求 据统计 行政当局限制H1B项目的最新措施 将触发法律诉讼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美国8月份的贸易逆差 从7月份的634亿美元上升到671亿美元 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 受冠状病毒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美国今年以来的贸易总额下降了15.1% 至3.2万亿美元 美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21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7%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 这反映美国经济的表现 已超过了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 在美中贸易方面 莱特希泽说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正在减少 今年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82亿美元 跌幅为16.5% 美国众议院的一个附属委员会 近日发布报告 显示科技巨头亚马逊 苹果 脸书 还有谷歌 在市场竞争中滥用权力 破坏市场公正 来看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旗下的反垄断小组 在一份超过400页的报告中表示 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通过致命性收购来重创对手 收取过高费用 并以盈利为名 强迫小型企业与其签订压迫性合约 报告写道 这些曾经挑战市场常态 从创业公司一路做大的科技领域掌门人们 如今对他们所在的行业的垄断 不输于一个世纪前的石油大亨和铁路巨头 报告称 谷歌 苹果 脸书和亚马逊等四家企业 在各自所运营的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产品 与平台上的其他公司竞争 不遵守自己制定的平台规则 报告还鼓励对现有的反垄断法进行大规模扩充 被指控的四家公司分别对报告做出了回应 苹果称自己强烈不同意报告的结论 谷歌表示 国会的指控过时且不准确 脸书辩解说 收购在每个行业里都存在 亚马逊则发表了一篇公开文章 警告说 对反垄断的极端概念和市场干预 将导致价格上涨 减少消费者的选择 此次发表的报告 仅来自于在反垄断小组占多数的民主党人 但近年来 两党都对这些科技巨头的所作所为表达了不满 并召开过多次听证会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近期通过了白俄罗斯民主法案的扩大版本 对白俄罗斯的独裁统治者及其盟国进行制裁 这是美国国会近16年来第四次通过类似的法案 白俄罗斯抗议活动已经接近两个月 连续八个周末 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首都明斯克和其他大城市游行 要求卢卡申科总统辞职并举行新的自由公正的选举 其他抗议者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 其中之一是美国和白俄罗斯双重国籍的 维塔利·什克里亚罗夫 这位住在华盛顿的政治分析家 于7月下旬抵达白俄罗斯故乡 葛梅利探望年外的父母时 被人从街上抓走 美国国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政府正在竭尽全力确保他获释 每个星期天 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明斯克 臭民昭著的奥克雷斯蒂娜拘留中心外举行抗议 在有争议的8月9日选举之后 数百名和平示威者被关押在这里 遭到连日的殴打和折磨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 克里斯·史密斯说 白俄罗斯警方的野蛮行径震惊了公众 美国立法者要求追究责任 我们想要名字 当我们要权取得更多名字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离开 史密斯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上周通过的白俄罗斯民主法案 第四版的起草者 该法案在2004年 2006年和2011年的法案基础上 进行了强化和扩大 对白俄罗斯政府中 越来越多的行为者 以及参与镇压的俄罗斯个人 重新施加了经济制裁和签证制裁 活动人士说西方的制裁向卢卡申科发出了正确的信号 但被对手称为政治平衡大师的这个统治者过去也承受了类似的压力 但他丝毫没有损失 这些天明显不同的是 白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抗议声音 证明了他们的愤怒程度 同时和平抗议以及镇压行动 每天都在继续 美国之音茨卡念卡 华盛顿报道 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期限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有助于分配联邦资金 并且确定每个州拥有多少的国会席位 这就是鼓励纽约人参加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方式 截至9月13号 人口普查局已接触到90%以上的美国家庭 但不到70%的美国人填写了人口普查表格 人口普查问卷可以在线 通过邮件、电话或在普查局代表 进行后续访问时填写 但是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 人口普查局被迫在3月和4月 停止了上门访调行动 由于疫情大流行的因素 该机构将完成人数统计的截止日期 从7月31日推迟到了10月31日 后来又改为9月30日 此后不久 一名联邦法官下令人口普查局 停止遵守9月30日这一最后期限 因为许多城镇、郡县和民权组织抱怨说 较早的期限会产生不准确的统计 尤其在少数族裔社区 十年一次的国家人口普查 有助于确定如何分配1.5万亿美国的联邦资金 以及每个州可以分摊到多少个国会席位 与怀俄明和佛蒙特州等农业州相比 人口稠密的州 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获得的一席更多 人口普查似乎相当简单明了 但也并非没有争议 宪法规定普查必须对美国的每个人都进行统计 其中包括非公民 许多人认为应该只考虑公民 所以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如果将未经批准的移民排除在代表分摊的过程之外 那么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的国会席位 都将减少一个 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客表示 技术很重要 因为这意味着各自社区可以得到更多的联邦资金 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 大约需要10分钟填写完毕 其中包括有关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基本资料 这是公民确保政府为他们服务的简单方法之一 美国之音普鲁斯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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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由于新冠病毒而导致的经济放缓 还有大规模失业 预计将有3000万到4000万的美国人 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致命的新冠病毒继续在美国各地蔓延之际 几百万因大流行而失去部分或全部收入的美国人 正面临被驱除出家门的危机 阿什利·约翰逊是最近的一个受害者 约翰逊9月初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 私人过渡房中被赶出去 约翰逊参加了为堪萨斯城租户举行的集会 这是个提倡为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提供经济住房的团体 像其他州一样 当大流行爆发时 密苏里州已存在可负担住房的危机 而现在 该州将近半数的租户都有被驱逐的风险 因为他们无力支付房租 许多美国人一直从州和联邦失业救济取得财务援助 但每星期600美元的联邦补助 7月已经期满中止 几百万人因此面临被逐出住房的危险 在8月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总统宣布一项行政命令 为租户和屋主提供帮助 并保证美国人不被逐出家门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根据这一公告 最近发布命令暂停驱逐居民 以防止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染 但这道命令有附带条件 租户和住房支持者呼吁采取其他措施 比如取消租金和房产抵押贷款 律师吉纳吉亚拉说 立法者必须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其亚拉鼓励房东在可能的情况下 和租户协商 但由于全国大约50%的出租单位是家庭式营业 许多人无法承受欠租带来的损失 北卡罗莱纳州的房东凯西菲利普斯 依靠她的10个出租房产作为收入 她的一个租客一直拖欠租金 阿什利约翰逊说 她需要这样的同情心 美国之音记者塔伯 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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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